各位,今天来各位示范喜鹊 喜鹊是属于鸭科 喜鹊属的一个鸟类 它跟乌鸦是堂兄弟同一个科 可是它们一出生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乌鸦走到哪里的受人业务 可是喜鹊是受于喜欢的一个鸟 来,我们今天就要来示范喜鹊 我们今天就要来示范 然後我們知道它是鴨科跟烏鴨是同科 所以說它也是整隻是黑色的哈 但是它的翅膀跟尾巴呢 是為黑的發亮 有個特徵 就要翅膀的前面呢 一塊白色 護部也是白色 然後它整個腹部喔是白色的 翅膀旁邊這邊其實它也是白色 大尾是黑色的 大尾是黑色的 尾巴很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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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腳 你的花青 帶點黑色 嘴巴也是如此 好,我們用點冬末 加花青 嘴巴也是一樣 好,這隻洗屑,大家知道就完成了 我們等他稍微乾一點點的時候 他翅膀跟尾巴,我們要給他加孔雀染下去,讓他用花亮 那今天呢,我們畫許屑,我們要搭配什麼植物 然後我們也是很吉祥的植物,就是柿子 好,試跟喜,兩個搭配起來就是喜事,喜事 好,所以這張圖呢,我們可以落款,就是喜事連連,或者是喜事重重 也是愧身朋友的一種很吉祥的一個體材 好,我們指食 好,我們指食 加末,讓他安一點點 那筆尖再沾個濃墨,我們先把那質幹畫出來 畫出一部分出來 好,我們先把那質幹畫出來 好,我們先把那質幹畫出來 这只脚在这边,另外一只脚在这边,所以这个脂脚就从这边出来 好,它蘸的地方出来了 再来呢,我们再化些脂干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 这张图了,我只画大概曲部而已,不会画得很完整 让大家了解,柿子以及喜鹊的画法也就可以了 柿子是秋天的一种水果 当柿子成熟的时候,它是整个叶子全部都掉光 远看呢,就算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在那边 好,我们现在还画几片破叶子好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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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用花纤条藤黄,调入绿色 再沾一些褶石 我们说它叶子很多都已经差不多快掉了 破掉了 留点空白 我们空下的地方,不是花叶子,就是要花蜀,四枝 好,有点叶子来,破得很厉害了 我们就这样帅性的,要花一下就可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叶子我们暂时先画到这个地方 来,我们来画柿子 先沾藤黄 我们柿子有好多种 那我们常见的,大概有软的柿子 还有水柿 还有笔柿 我们画在这软柿子 软柿子呢 一般它的造型是由四个圆组合出来的 柿子长出来的时候 它跟叶子一样,它是紧贴着它的汁 好,这个柿子在这边 好,这个柿子 被挡住了 好,这样子 一个柿子 叫这里啊 好,再下来 我们再画另外一个柿子 好,这两个柿子 结果是面对面 红色是很鲜艳的颜色 让它一眼就会看到 所以这红色的柿子的布置 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要零零落落 很平均的分开 有些它密集的在一起 好,这两个柿子 好,这边看起来 其实也蛮热闹的 好,这边看起来其实也蛮热闹的 来,再来我们画这边 好,我们先画这两个圆 这边看起来要大一点 这边看起来要小一点 表示它侧面是比较侧向这边 所以这边我们要看多一点 看它另外它的圆 一部分 这边都看不到了 好,这边看起来 好,这边看起来 这里,这里再一个 好,大家看这红广玉 国画花鸟教学 我大概十天左右会上传 一集新的不同的题材 这里面再多一个好了 好,这边看起来 好,我们画图呢 不要怕连在一起 这样才有立体感 好,我们这边看起来 鞋子下来 好,有时候呢 我们要想象中 这棵树 这棵树 它并不是局限在这个纸张里面 它跑到纸张外面 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画的部分 在纸的外面这样 再延伸过去 让你有想象的空间 好,我们今天大概试着 我们画这么多 再来 我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讲过了 银色 背部没有啊 背部分头部是没有 好,我们觉得它黑到 有花出这个亮光出来 不要太多 然后在干的时候它就很明显 它瞳孔的周围呢 其实鸟类啊 瞳孔外面它是大部分是褶褶的颜色 可是我们 这样看起来 就眼睛没有精神啊 我用瞳孔 让这个瞳孔看得更加明白 清楚一点 好,再来 好,再来 我们画 这四指 的地 是很大的一块 对吧 对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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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真正柿子到最后的时候 这叶子就完全掉光了 然后只剩下一颗一颗红色的柿子悬挂在枝头上 非常好看 有些人庭圆造景 他种这个柿子并不是吃的 而是观赏用的 所以他就不会把柿子摘下来 到深秋的时候一看 一棵枯树上面挂了好多好多小的红灯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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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场破坏的叶子 快要掉光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加個撞汁。 爪子 好 我们一张 喜鹊跟柿子 就高一段的话 欢迎大家收看 记得在时间左右之后 会有更新的一集出来 谢谢各位